剛剛我們在打完彌陀佛妻之後 我們在恭頌我們的開山宗長 星雲大師 為我們所寫的向歐彌陀佛祈願文 祈願文所寫 但是是不是也是我們每一位佛弟子的心願呢 是大家的心願 我曾經聽大師在我們在祖庭 宜星大爵士 大師跟我們接心開示的時候說到 就先問我們 地藏菩薩的夢想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答案大家知道 但是當下我非常的可以講叫驚訝 震撼 讚嘆 因為一般我們都說這是地藏菩薩的願力 可是大師說的時候 他說的是夢想 大師要我們看見夢想的力量 有願必成 只要發願必定能實現 只有保持著一份夢想 總有一天 美夢可以成真 其實西方極的世界就是歐彌陀佛的夢想實現 歐彌陀佛因地修行發四十八大願 他的願望實現了 也就是他的美夢實現了 造就了極樂世界 我們發願了嗎 我們就是跟著祖師大德所寫的西方發願文 就是跟著星雲大師所寫的向歐彌陀佛祈願文 我們都是跟著發願 自己可曾有過夢想 大家請自己想一想 不要再六道苦苦輪迴了 要發大菩提心啊 那麼好好的去學習 通過修行 這條路還不曉得有多長遠 但是有夢就能夠成真 如果你連夢想都不敢 怎麼能寄望成真呢 都說要往西方去 西方極樂世界不是終點站 西方極樂世界是靜修的最好的地方 釋迦牟尼佛 我們佛教的教主 之所以一直告訴我們 有很多的淨土 你隨緣隨願可以去 其中佛陀最為推薦的還是西方極樂淨土 到了那裡 那裡不是完成 那裡是靜修 那裡是靜修 是在最好的環境 最好的老師 師之啊 大善之士 最好的法旅道友 在那裡 所以必定啊 最好的老師教導我們 這文廟法因 自己能夠日益增上 自己能夠日益增上 就是實在講 比起苦苦輪迴 還不知道造業顛倒 什麼時候會現前 與其如此 真的佛陀講的 先到極樂世界去 在那裡 你根性會調得很好 會成為大菩薩 然後再成願再來 我說那裡不是終點站 不代表完成 各位會很失望嗎 各位要很清楚 不要失望 真正佛陀告訴我們 要到成佛才是我們的目標 再進修 你就是好像讀書 小學升到中學 升到大學 要升到博士去了 你還在進修 但是要好的學校啊 要明師指點啊 那最好的 在西方極樂世界 到你根性好了 要弄清楚目標啊 還是要完成佛道 要成佛 那麼這個覺悟成佛這條路啊 就是佛陀告訴我們 是要回到娑婆來完成的 但你可以在極樂世界 修的根基大好 然後再來修行 也會比較好修一點 不要帶著一身的 這個葬身會前啊 這些淺薄的根基 在娑婆打滾啊 太危險啊 弄得不好啊 真的一道惡道去萬劫不復 這一絲人生真是萬劫不復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的 真是一個安全的 最保險的一條路 那麼除非你認為你是有把握啊 這個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尤其跟著星雲大師在學習的人 都是發怨要勇敢一點 認真一點 要修得好一點 跟著大師來生 生生世世 常回娑婆 都是回到人間 要來弘法立身的 你們要在人間修行 也要跟好老師啊 大師是智慧的長者 我聽說這幾天我也沒有看報紙 也沒上網 不過聽到一個消息 好像是中國的中央電視臺 他們正在網路票選 叫中華之光吧好像 就是在我們的全世界的華人之中 要選出對中華文化貢獻最大的人 網路上票選 據說現在第一高票的 就是星雲大師 這三天盡雨 我也不談這一些 今天圓滿了 我只是讓大家知道 往西方去 有大導師歐彌陀佛 歐彌陀佛像校長一樣的 這西方極樂世界 大學最好的學府 這校長是歐彌陀佛 教授啊 觀音菩薩 大師至菩薩 還有好多的清淨大海眾菩薩 跟這些大根基大修行的法律啊 作為同餐道友 當同學 這真是太美滿幸福的事情了 但是在人間 我們要怎麼樣修行呢 按照佛陀所說 如果我們 先看左邊 敬葉三福 這是我們最近在講的 《觀無量壽經》 那麼在這部經典裡頭 有一位非常苦惱的婦女啊 叫韋提西夫人 她已經是國王的夫人啊 這個位置已經是最高 但是她遇到最大的苦 就是她的兒子 要謀反啊 要弒父 要篡位 作為一個母親的人 面臨這樣子的處境 真是大苦惱 非常痛苦 這個時候 求助於佛陀 要怎麼解脫 佛陀告訴她 還是要發願往生西方 極樂世界 只有那裡 是沒有苦惱的地方 是真正的 安樂的地方 那麼也教委提西夫人 怎麼樣觀想 有十六個步驟 從這個環境 從藉著我們這個娑婆的 日觀水觀 進入到極樂世界的衣報 從地觀 這保地 保術 保持 這些八公德水等等 這環境的觀想 完了之後 觀想連坐 連坐之後 觀像 佛菩薩的像 之後正觀 歐彌陀佛的金色聲 戰佛祭 我們一天幾次都在唱頌 頌念著 從《觀無量壽經》的描述裡頭 把它寫出來的 那麼這樣子的觀想之外 其實佛陀還告訴委提西夫人 說 你要修到往生淨土去 除了練習十六觀之外 你還要記得要修 叫敬業正因 既然要到淨土 當然要有前因才有後果 你的後果 你想要到極樂世界 你必須要造作清淨的這種業行 然後你有清淨的業 自然到清淨的國土去 那麼這個淨土 這個淨業的正因 有三幅 第一 東丹看不到沒有關係 待會白板會推到外面 給大家抄一下 其實你們就來聽經就好啦 現在還有最後兩堂課 在佛學班 星期二聽廣東話的人 在萬景那邊 講廣東話的佛學班 聽國語的 星期三在Waterloo也是佛學班 星期六在道場 下午是國語佛學班 晚上也是粵語佛學班 總是另外 星期三的晚上 星期六的早上 是英語的佛學班 在Waterloo 星期二的晚上 也是英語的禪修 這些等等的課程 其實開這麼多課 都在把佛陀的教導 不是我們發明的 只是把佛陀的教導 轉述給大家而已 你要修淨土的正因 除了是正行是念佛 神明念佛 住行 你要廣修六度 你要有種種的 不可少善跟福德因緣 那麼日常生活之中 要做哪一些呢 那麼佛陀在《觀無量壽經》裡頭 講到這個三伏行 這個是修淨土的三伏行 我特別寫下來在右邊 修仁天也有三伏行 仁天的三伏行 跟你要往生淨土去的 淨業的三伏行 差別在哪裡 仁天三伏行 布施 持戒 禪定 如果你來一生 發願 再來這個人間修行 那麼布施啊 這個布施不是只有才施而已 才施 法施 無畏施 這個布施 結緣 像譬如說 我們在這裡安心念佛 其實 我下午想了一下 感覺到場 好像極樂世界一樣的 但是誰讓我們到場 變成像極樂世界呢 施一得一 施食得食 我要施環境清淨 就環境清淨 我要施空調舒服 那就空調舒服 我要施這個音聲 透過麥克風 這個音聲能夠配合的 能夠帶動氣氛 又能夠清清楚楚的 這個領重 我要施有音響的 這個配合 就有音響的配合 我要施什麼時候開燈 什麼時候關燈 幫助我們 又可以念佛 誦經 還可以靜坐 我們要想要什麼 就有什麼 不是極樂世界 怎麼會有這麼好呢 但是我們是在多倫多佛光山 還沒到極樂世界 是誰成就我們這一些 讓我們彷彿感受到 好像在極樂世界啊 我要借助各位的手 請給我們所有的義工菩薩們 感謝的掌聲 我這樣看呢 剛剛站在第一位 授接最早的都督師姐 剛剛已經趕快下去 進廚房 準備明天 明天啊 是農曆的十月十五 到場 早上十點舉行光明燈 消災法會 所以她又到廚房去忙了 像這樣差不多叫奮不顧身 實在是看在眼裡啊 這個敏感肺腑 感謝在心中 在座之中有很多的各主的義工 謝謝大家 當然大家的護持 不是一句謝謝就可以代表 尤其今年打佛妻啊 好奇妙啊 我從來沒有念佛這麼輕鬆啊 什麼都那麼好啊 尤其我真的也沒有遇到過 哪一個道場 可以說規定要禁雨 要輔助我們念佛啊 要禁雨 真的禁得這麼徹底啊 我到廚房去 我以為沒人啊 心裡召集了一下 都幾點啊 廚房怎麼沒人啊 再進去一看 大家各自洗碗的洗碗 切菜的切菜 清潔的清潔 好多人在 但是徹底的禁雨 讓我們 把這個心外的雜音都關閉 就留有這空間 就只有請阿彌陀佛入座來 所以我講到布施啊 說你要發願 這個來生 再到人間來修行的話 那麼不管是錢財的布施 佛法的布施 就智慧的布施 包含學問啊 知識啊 這些的傳播 那麼到無畏施 無畏施 無畏施是給人信心 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 這個無畏施啊 讓人家不要擔心 不要害怕 叫無畏施 像這一些功課 你得把它做好 那麼如果你不知道要怎麼樣 可以修行布施啊 我剛剛提到的 歡迎各位加入佛光山義工的團隊 你可以學習好多 可以廣結善緣 更加有各方面的布施 持戒 修淨土也好 各位對照著看 這個淨土 看第二條 受持三規 聚足眾戒 不犯威夷 這是修淨土的正因 那麼要修人天的福報 人天 你有那個福報 再回來 好好地做人 不是受苦的人 是修得好再來的 那麼第二個 叫持戒 所以不管你往哪裡去 只要你不想往三惡道去 那麼持戒 都是你的必修功課 這個持戒呢 就是我們做人的原則 先不說佛法講的 佛陀告訴我們的五戒 你就是做一個人 你都不可以傷害別人 欺騙別人 侵犯別人 包含 包含你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 因為喝酒 或者吸毒 然後 喪失了理智 做出錯誤的事情來 那麼到這個說不忘語 這五戒的第四條 剛我講的 不傷害人 叫不殺生 這個不偷到 不偷到 不偷人家的東西 那第三個 你不要侵犯別人 叫不邪淫 第四個 你不要欺騙別人 說謊 這叫不忘語 到這個不飲酒 包含不吸毒等等 那麼這個都是 我剛剛提 如果我不說 這是五戒 各位剛開始聽的時候 我說你不要傷害人 侵犯人 欺騙人 偷人的東西 你會覺得 這個是什麼 戒規束縛你嗎 不會的 你會覺得 做人本來就是要這樣 不是這樣的人 早在監牢之中 哪裡能在這裡 自由自在的念佛 所以不要被這些 表象 戒規好像束縛住了 其實這個叫原則 所以這個 你修淨土也好 你修做人也好 這個做人的原則 不可以違反 如果做人的原則 也就是五戒 你都違反 你不遵守做人的規約 看來也會失去做人的資格 所以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那麼人天三符行 不失慈戒之外 還有一個禪定 這個特別是升天的 修禪定 那麼不過一般我們講禪定 現在的語言講 叫專注 堅持 你做任何事情 這個持之以恆 專注堅持 必定可以成就的 所以人天三符行 這三個原則 我再附帶一項 還有提供各位參考 叫地獄的三原則 你要去地獄 有什麼方法可以去呢 各位有興趣嗎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也要了解 不然明明沒興趣 偏偏又抓了一大堆 第一個叫業力 業力啊 就是你造作 這些種種的 這些嚴重的惡業 造了惡業 你說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 你殺人犯火 你說你不想去 也沒辦法 因為你已經對號入座了 這個地獄掛號了 造了惡業 這個由不得你了 所以第一個 各位不要擔心 我告訴你們 不是要你們去 你們要有信心 念佛人 這個地獄是關門的 在你的業報之中是沒有的 那麼這個獎 第一個是業力 你不要去造作那一些惡業 自然地獄沒有你的名分的 第二個叫願力 願力啊 有一些像地藏王菩薩 那是願力 有一些大修行人 發願到地獄去救人的 那麼當然每一個人的發願不同 你們不要隨便發願 我看有的人啊 這個台灣話講 叫做 翠靠關 嘴巴說說的願 不是真心發願 隨便說說 比如說 有的人講 哎呀 做人真辛苦 下輩子啊 當著鳥好了 下輩子 當個烏龜好了 下輩子 當個什麼好了 不要隨便說 還是那句台灣話 照講照驚 就是照著你所說的 種子種下去了 會照著種的 所以千萬不要隨便說話 這些不好的話 不是起煩惱心的時候 隨便說的 像有的時候 起無名 煩惱 或者生氣的時候 針對某某人 講得很狠的 斷絕後路的這些話 不要說 這個修行第一方啊 先忍之於口 這個不應該講的話 到了嘴邊 到了嘴邊就停下來 你要硬生生把它吞回去 不當說的話就不說了 說了 要立人立己 我們說 不立人不立己 不說 各位要練習做做看 對的時候說 對的地方說 對的對象說 其他的都不說了 這個功夫 大家還有待去練習 第一個 去到地獄報道的 第一個是業力 第二個是發願取的叫願力 第三個神通 有一些正德神通 或者正果的羅漢 他們因為特殊的因緣 必須用神通去到那裡 或者幫助人 或者去找人 去了解狀況 各有因緣 我們就不多說 那麼這個是說地獄的三原則 希望至少第一個 這個與我們無緣 不要造那個業 各位要知道 有的人會擔心說 也不曉得自己的行為 對的錯的 重的 輕的 到底情況如何 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 有的時候 無意中的一句話 可能傷害對方很深 可能斷了對方的會命 也可能因為一句話 造成很大的遺憾都有 像這樣子 我不殺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許也造了業 那怎麼辦呢 業力啊 如果就像是沉到大海裡頭的石頭 你要用願力的船去把它載起來 如果載具大的石頭啊 你把它放到這個郵輪大船上頭 你們看過貨櫃船吧 那個貨櫃船 船上上百個貨櫃啊 多重啊 放在那個船上 船不會沉 所以願力是船 可以把業力造業的這個石頭啊 可以把它承載起來 不會在生死的洪流之中啊 滅頂 所以我們因為不知道 就算這一生自己大致上知道 沒有造什麼大惡業 但不知道過去的過去的過去生中 過去不曉得多久以前 有沒有造了重大的業 還沒有兌現的啊 像這樣 我們因為對過去的無知 我們只有把握現在 只有更加的精進 更加的清淨 然後可以讓這個業力的石頭啊 不至於把我們拉到三二道去沉淪 好 那麼現在就進入了修淨土的三幅行 上過課的同學可以說說看嗎 如果不看白板 第一 第一 孝養父母 然後奉是師長 持精不殺 修十三業 第二 受持三歸 聚足眾戒 然後不犯威夷 不犯威夷啊 一個人 學佛的人 穿起海青 拿起滿衣 原則上都是端正的 原則上威夷應該都很好 但這個不犯威夷啊 不是只有在殿堂內 搭一之後才開始 不是 這是一個人的習性 把威夷養成是習性 一個習慣性 好的習慣 那麼平常時少一些 這種比較輕浮 輕挑的這些言語啊 行為 當然也許各位跟我們出家人不太一樣 出家人比較沒有多餘的動作 那麼各位在家人在家修 不過至少要知道 就是基本的威夷 你不要違反啊 那麼所以不通過學習 你怎麼知道自己當有哪些威夷呢 這個就是在每個星期天下午啊 我們早上 星期天早上十點都是共修法會 原則上都是念佛共修 那麼下午呢 叫星期講座 每個月 我們就說基本上有四週吧 第一週叫佛教入門 這個佛教入門呢 就是從學佛行儀 就是教威儀的 教規矩的 然後這是第一週 然後第一個月份的第一週 第二個月份的第一週 可能是這個佛門常識 那麼在這個第三個月的第一週 或者是常用的佛學名相 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這些佛教裡頭 就佛門用語或者佛教的這些 這個專有名詞吧 叫名相 那這個第四個月的第一週下午呢 會有個佛教問答 像這樣子喔 大概這些內容 三四個月一輪 三四個月一輪 那麼一年之中至少 會有個兩三次的佛學問答 就是讓大家如果說 你在外面聽到哪些是是而非的 這些疑難雜症 都可以回到道場來問 不要道聽途說 以而傳而 你寧可回到道場來 跟法師做一個確認 都好過於去散播錯誤的訊息 那麼所以講回來 這個到第三 第三發菩提心 然後這句話要清楚一點 發菩提心 然後 深信英國 各位不要以為 講英國都是老太婆才信的 其實 英國是最科學的 我們跟西方人談佛教 談佛法 我記得我在美國紐約的時候 有些跟一些美國人的問答 給他們問 我用英國 英國綠去回答他們 他們聽到之後 這差不多叫做經維 好像經世之學一樣的 就是太徹底了 這個太科學了 佛教原來講的是這麼究竟的 這麼現代的 其實我們東方人聽太久了 常常聽英國英國 就小看了英國 甚至於呢 魚吃到說 有人還問 英國 英國值幾兩錢呢 英國在哪裡啊 拿出來我看看 拿出來的時候 到的時候 就是你承受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你忙著叫苦 已經分不清什麼事裡了 所以 如是因如是果 有前因必有後果 這是必然的定律啊 是很科學的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 會為自己的所有的一切要負責 叫自作自受 我自己造的因後面的果 我甘心歡喜去承受 但是不是那麼消極被動的 只是去受這個果報而已 因為往後啊 的果報 我們現在正在做 佛教很積極的 讓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是要我們把握每一個當下 現在 你應該要怎麼學 你應該要怎麼做 做正確的 然後你後面的果 自然就導正了 就會失散的果 好 所以法菩提心 深信英國 讀誦大乘 勸盡行者 對於佛陀教導我們的智慧 已經整理 就是結集在所有的經典之中 對於這種修菩薩道 發大乘心的這種大乘教典 要廣於讀誦 要勤於聽講 要明白其中的義理 除了讀誦大乘之外 要勸盡行者 也就是說 你除了你自己 聽經文法 學習 學佛 修行之外 你還要勸 你要勸導 叫勸盡 你要鼓勵一些 這些還沒有接觸 還沒有學習的人 請他們一起來 就像佛光山在這裡 佛光山全世界都有 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沒有 像我看到 從美國底特律來的義工 從我們佩平會長 在這裡 不好意思 我又要舉這個例子 我們佩平會長 常常從底特律開車 四五個鐘頭 來到多人多 還有好幾位 我看到 哪一位 我看到有幾位 都是從底特律來的 前面叫 突然忘記貴姓 詹紅文居士 詹居士 師姐也有來 幾位 都是從底特律要開車過來 我舉這個意思 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福報 有這麼雄偉 這麼莊嚴的道場 然後這麼如法如儀的 不管是法會 或者是教學 都很認真在辦道 但也有很多地方 真的佛光山說出家中啊 人數將近一千五百人 聽起來很多啊 都一千多人了嘛 多是多 不夠用 分到全世界去 還有好多道場 只分配到一個人 有些地方 一個也沒有 一旦沒有深重過去 就不會有見識的因緣 所以 開車四五個鐘頭 要過來這裡 真的是 這份發心真是了不起的 總是講起來 也要很感謝 現在底特律比較好 現在有個師姐 把他的房子 就借出來 給我們共用 總算是有一個 可以固定聽課的地方 現在還在幫底特律準備 共修的CD 下次共修時候就會好 我們過去時候帶過去 總是有辦法 有佛法就有辦法 我這次講回來 就是各位要珍惜 你有這樣子的好因緣 那這樣的好因緣 你除了是自己受用 你還要勸進行者 你要告訴你認識的人 趕快來 來這裡聽法 來這裡學佛 那麼包含來這裡當義工 那麼相信這樣子 你可以把這個敬業三福 清清楚楚的 不但明白記得 而且要實踐 你把這些實踐 你要往生淨土的夢想 不是在往生之後才去的 你當下 你只要能夠照著敬業三福 你必定感應到的 就是清淨的這些外源 那麼最後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不必等到往生了才去 現在當下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身邊 所有的環境相處的人 都如同是在淨土之中 都如同是在跟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只要你自己勤修敬業三福行 那麼另外呢 再講具體一點 就是你要怎麼樣 可以建立 把這個人間 建立為人間淨土 你要實踐 這是大師教我們的 眼耳鼻舌的淨土 你眼睛所看的 你都要看到是好人 所以日日是好日 時時是好日 人人是好人 處處都是好處 那麼總是你所看到的 不要專挑那些毛病來看 你要看人家的好 懂得欣賞 所以眼耳鼻六根都要修行 如果你的我們自己的 這個眼耳鼻舌身都在修行 那麼自然你所接觸到的 必定是淨土 這是眼耳鼻舌的淨土 另外呢 要實踐行住坐臥的淨土 就是剛剛講到的不犯威夷 這一些其實這個剛剛沒有很詳細講 授持三規具足重界不犯威夷 三規是規一三寶 我不曉得我看到幾位沒有穿海青 可能都是剛接觸佛門 很難得各位來參加打佛期 雖然我看到其中有幾位呢 我實在很希望有機會告訴各位 合掌要怎麼合掌 放掌怎麼放掌 那麼這個經行 這個行進間怎麼樣有威夷 如果因為我不知道 我是今天這次打佛期 看到幾位新面孔 也不知道大家從哪裡來的 非常歡迎大家 那麼如果需要的話 麻煩待會兒在我們的服務台那一邊 你留個姓名電話 可以的話 我特別要為今天 就是沒有穿海青 就是這次佛期來打佛期的各位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只要留電話 我安排好時間 我會請義工通知你們回來 特別要教你們 因為我看到那個合掌 這個 我就覺得 應該大家要學得更好 有緣分來佛光山 佛光山學的可多了 其中有一個就叫威夷 那麼希望大家真的入寶山 不要空手回 你留下電話 我們一定幫你安排時間的 那麼說這個歸一 最近有人在問 但是我看呢 道場的這個行事活動 到年底的比較忙 那麼就預備啊 是要安排到明年 農曆年過後 現在暫定在三月底 三月底要舉行歸一三寶典禮 所以如果各位如果要歸一的人 可以先報名登記 我們要先這個預備有多少人 好 所以對於這個敬夜三福行 你還沒有歸一三寶的人 趁著三月底你先趕快報名 那麼就做到這一點 受此三規 聚足眾戒 我們因為 比如說我們出家眾 出家眾要受出家戒的 比丘有比丘戒 比丘尼有比丘尼戒 那麼各位在家居士 你可以是受五戒也可以 菩薩戒也可以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 叫八觀哉戒 在下個月 十二月最後一週的 星期六跟日 星期六是英文 全程用英文進行的八觀哉戒 星期天是中文的八觀哉戒 應該是在十二月二十八跟二十九 用中文進行的 是在二十九號星期天 像各位這三天中午過堂用餐 有吃飽嗎 有 我看著行堂的菩薩 我覺得他們很可愛 非常認真 很有供養心 小心翼翼的 要把這個行堂為大家服務做好 不過看了之後 就喚起了我去年的記憶 我記得我說過 看大家過堂也不太熟 行堂的義工也不太熟 我好像提過 以後每個月有一個星期天 比如講最後那個星期天 就共修之後過堂吃飯 我印象中好像去年 這麼說過 一忙了 就給拋到腦後去了 我想 因為十一月份 我們已經這樣用餐 非常專心 是不是很親近啊 然後 這個下個月因為八觀哉戒 一月份準備過年就不說了 原則上二月份應該可以開始 不過呢 我們要先培訓 一組擅長行堂的義工 中午我們法師們講好了 就先從我們的義工開始 由法師為義工行堂 過多幾天 義工就會很純熟 就從我們自己以身作折做起 我們法師們從佛光山的佛學院畢業 天天餐餐都是過堂用餐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要學的話 我們在下個星期 那麼就是這個 或者這樣你想學的人 麻煩也留電話 我們另外通知 總是其實我提這一些 只是讓大家知道 多倫多佛光山是以所學校 充滿了善法 各位是學生 我們法師也是學生 我們大家一起在這裡學習好嗎 好 希望大家好好的學佛 同時呢 也藉著這次的佛期 我們念佛 念佛之中 好像洗滴一番一樣的 好像重新充電一樣的 希望在這個年底 因為有阿彌陀佛的佛力加持 讓我們真的回顧以往 展望將來 那麼迎接未來新的一年 我們在年底 做一個很好的清洗 那麼當然 八觀再見 我剛剛講 十二月最後一個星期一天 那麼 那會是一個總結的清洗 在這裡也希望大家 一樣繼續來精進 那麼最後 祝福大家 真的 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 實現淨土 在你的起心動念裡頭 實現淨土 淨土 在我們的心裡 淨土 在我們的手上 在我們的腳下 淨土 在我們的眼神 在我們的口裡 淨土 只要是我們出現 當下就是淨土 我們大家共同發願好嗎 好 祝福大家 真福真會 阿彌陀佛 請站起來 這個掌聲我忍不住 還是請大家為我們所有 從相燈 我們相燈主的菩薩們 其實各位不知道 他們要做多少的功夫 什麼時候關燈 分前後分次 什麼時候要關門 什麼時候如何 你們注意到嗎 當你們在 繞佛的時候 他們也很忙 他們趕快把拜殿 再排整齊一點 不然有的人 不小心踢到了 可能要摔跤了 總是呢 差不多 他們是護法神一樣的 像佛菩薩 對待子女一樣的那種心 呵護著 守護著 所以所有的義工菩薩們 包含整個環保主 環境的清潔 支賓主 金剛主 這個不多不少 道場 有一些還是要去維護 維修的 另外 點座 行堂 都包含現在還在錄音 還在錄影的 我們的視聽主 像我們的美敬師兄 我們三天從早到晚 他就站在那裡 從早到晚 還有我們的Louis 這個掌聲 要送給所有的義工 也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